因为福宝遇到了好妈妈 我想她也会成为一个好妈妈 直到听见江爷爷说出这句话 我才知道一个好母亲真的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当主持人问到福宝也会成为像爱宝一样的好妈妈吗 江爷爷立马就说会了 因为孩子从小就跟母亲生活在一起 在童年时期大部分都会遗传妈妈所拥有的东西 如野性 习惯等继承这些东西 爱宝是一个好妈妈 所以福宝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妈妈 福宝一直都跟妈妈爱宝是等比例放大 福宝会模仿妈妈的动作 都说食物在爱宝眼里是很重要的 但是一旦感应到福宝可能有危险 他会立马丢下竹叶叼着福宝紧急逃窜 叼着福宝在房间不停地走来走去 直到危险解除 会传授一些野外生存的技能给福宝 在福宝还小的时候就教福宝要将排泄物掩藏起来 因为福宝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对抗敌人 爷爷都说爱宝将所有技能都交给了福宝 但是有一个忘记教了 就是没教福宝怎么打理毛发 都说乐宝爱干净但不优雅 爱宝优雅不爱干净 福宝则是既不优雅又不爱干净 当每天早上爷爷来看福宝 福宝的房间仿佛就跟被炸了一样 每次外场挖霉的时候 爱宝恨不得离他白米远 不过就是福宝这种焦糖色毛发和放荡不羁的表现 才让我们更加喜爱 虽然爱宝跟福宝见不到面了 但是母女俩永远都不会忘记对方的 其实熊猫的记忆力非常的好 熊猫高高用一年时间走四百多公里找回基地 有人提养奶爸他会生气 可见记性有多好 何况是这么爱福宝的爱宝呢 两位爷爷福宝也不可能会忘记的 那可是从出生一直陪伴到他即将成年的两位亲人 让他一直都在被爱 被幸福包围 这些美好回忆会陪伴着福宝接下来幸福熊生的 听见宋爷爷说瑞宝辉宝大概明年年初会和大家见面 我想那个时候福宝应该就开始准备回国流程了吧 大家都知道福宝有可能将会在二月到四月份期间回国 原本按照约定福宝应该是七月份回国 可是为什么会提前回国呢 爱宝乐园园长表示是因为五到七月天气炎热 熊猫是一个非常害怕热的动物 担心福宝返回途中会不适应 所以提前了日期 还有人说是因为场地问题 乐宝乐园总共就有两个熊猫场地 爱宝跟福宝共用一个 乐宝一熊一个 乐宝全天营业 福宝没独立前是和妈妈爱宝一起全天营业 独立后跟妈妈爱宝分班营业 现在有了双胞胎 等双胞胎出门营业后 不知道福宝闻到两个妹妹的气味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吗 熊猫是有领地意识的 当初乐宝和爱宝相亲那会 将爷爷把乐宝放到爱宝的场地 爱宝回来后 在场地闻到陌生熊猫的气味 瞬间就暴走了 又是掀翻桌又是发脾气的 不停地翻滚奔跑 在双胞胎百日见面会后 福宝来上班营业 就发现自己的木桌上有别的熊猫气味 在木桌上寻查了好久 福宝没有过激的反应 应该是在陌生的气味里又闻到熟悉的味道吧 妈妈爱宝的气味 因为两个妹妹天天在爱宝身边 所以有陌生又熟悉的味道 让福宝变得比往常安静多了 安安静静地坐下吃着竹叶 这场景让人无比的心疼 两位爷爷从福宝一出生就知道福宝会有回国这么一天 但是他们还是在有限的时间 给福宝无限的温暖和宠爱 江宋爷爷也各自亲手给福宝制作了写真集 一个记录了福宝出生到一岁期间的精彩瞬间 一个记录了福宝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 和妈妈爱宝的温馨瞬间 以及和爷爷的陪伴回忆 福宝的熊生是幸福的 拥有两首专属歌曲 两本写真集 是影像最多的熊猫 还有专门为福宝培育的玫瑰花 命名福宝玫瑰 相信我们的福宝一定会带着这些美好回忆度过接下来的熊生 也很感谢两位爷爷让我们福宝活成了我们期待的国宝样子 瑞宝逆袭了 不但不黏着妈妈一熊一个房间睡觉 还首次将辉宝压制住了 今天的瑞宝变得格外活泼好动 不停地爬上水吃碗水 将爷爷看瑞宝整只熊都爬上去 有点危险 立马叫爱宝帮忙将瑞宝救下来 爱宝也是听到爷爷的话立马将瑞宝叼了下来 然后拖到了另一个房间 辉宝在角落目睹了全过程 爷爷告诉辉宝姐姐是因为玩水被妈妈拖走了 让辉宝不要玩水 瑞宝在另一个房间受到了爱宝的责骂后 爱宝又回到房间将辉宝也叼了回去 爱宝教育完瑞宝又将瑞宝抱了起来安慰 看得出来爱宝真的很会教育孩子 不过瑞宝还是很黏爷爷 看见爷爷在房间外 竟然想爬栏杆越狱找爷爷 是不是听说了福宝姐姐越狱上新闻的故事 不过辉宝依旧是判达二号 瑞宝刚被教育完 辉宝又来到水池旁玩起了水 途中还看了一眼江爷爷 江爷爷又想叫爱宝帮忙 但是干住饭的爱宝已经选择了无事 仿佛在说 两个小家伙就交给你了 我快不行了 我得补充补充能量 爱宝补充完能量后就来给瑞宝喂奶 辉宝还是一如既往的在旁边捣乱 江爷爷为瑞宝喝奶时捣乱 宋爷爷为辉宝时也捣乱 现在爱宝在为瑞宝时更加放肆 对着爱宝的脸上就是一套组合拳 爱宝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嘴里嘟囔着仿佛在说 今天两老头劝也没用 我必须给你一个完整的童年 此时的辉宝还不知道事情严重性 还给姐姐瑞宝来了一脚 爱宝直接就将辉宝一熊掌甩飞了 辉宝当场就猛了 不过教育归教育 饭还是要喂的 爱宝无奈地看着辉宝和瑞宝仿佛在说 啥时候才能出外场啊 这两小只必须教育教育了 两老头又天天在这看着 我根本不好动手 随后爱宝去干饭 瑞宝辉宝就由江爷爷照顾了 江爷爷跟辉宝玩闹时 江辉宝推倒 看见辉宝摔倒 瑞宝在角落偷偷地笑了起来 好像有种幸灾乐祸的感觉 看到瑞宝的笑 仿佛所有的不开心都烟消云散了 爷爷要去干活了 黏人惊瑞宝一直跟着爷爷 爷爷将瑞宝抱抱回去 瑞宝又一次奔向爷爷 这亮亮呛呛的跑步姿势 真的是太可爱了 我们一起期待瑞宝和辉宝的未来吧 我们的福某又回来了 粤狱事件刚过去两天 福某又开始干完没了 其因是去外场的门一直不开 生气的福某决定在那场大闹天宫 刚老是两天的福某又想去外场 继续粤狱狱打野 发现门是关着的 待了老半天门还是没开 然后福某原路返回 编走脑子里还在想该怎么做 才能让两位爷爷注意到 给他开门 忽然福某灵机一动爬上了独木桥 开始扒拉送爷爷做的吊床 希望把动静搞得越来越大的福某 摇晃得非常用力 可惜没能召唤出爷爷 见没效果后福某又来到饮水池拍打起水 在霍霍了旁边的小树 这要是给同事江浙元看见 又要说福某不善良了 福某还差点想在那场越狱打野了 见依旧没效果的福某 再次回到去外场的门前 发现门还是没开 更加愤怒地翻了好几个跟斗 看来福某早把被关禁闭那段日子 忘了一干二净 此时的福某成功变成没老板 看来福某回国后 是想加入到挖梅三巨头的团队里来 福某来到门前站了起来 想透过小窗户看到外场的世界 可以说这个门也是见证了福某的成长历程的 福某发现自己做的事无用功 只好早早地回到家门口 等待下班 不知道这次回去福某会不会又被处分禁止外出呢 为什么不让福某出外场呢 同事宋永宽已经发文告知福某下周才能出外场 自助观景竹吃多了会影响福某营养平衡 本周会调整福某的饮食 外场加重一些福某能吃的竹子 让我们敬请期待福某下周的外场之旅吧 上集说到福某由于越狱被园区处分禁止外出 得知原因后宋爷爷自责不已 并准备向福宝证明自己很爱他 没有喜新厌旧 在福宝处罚结束可以出门营业前 宋爷爷给福宝做了一个福宝最喜欢的娱乐措施 调床给他 希望福宝可以开心起来 宋爷爷在调床上告诉粉丝一个好消息 自己给福宝制作的写真集完成了 这书非常的厚 记录了自己和福宝很多的幸福回忆 接下来我们的福宝登场了 此时的福宝好像在调床上闻到了宋爷爷的味道 改变了往常的活泼好动 乖乖的小心翼翼爬上了调床 然后开心地吃起了竹叶 这样的福猪猪谁能不爱呢 下班后福宝躺在房间里睡着了 宋爷爷来找福宝 看见福宝睡觉了的宋爷爷伸出手轻轻抚摸福宝 福宝看见宋爷爷后立马起身蹭起了爷爷 表示自己很想爷爷 爷爷也是不停地给福宝按摩嘴里嘟囔着说 小时候你都是在我怀里 你还记得吗 希望福宝可以记住自己的气味 自己的声音 自己也会记得福宝的一切 福宝一直在我的心里 我的眼睛里 我的脑海里 我会一直保存住的 最后宋爷爷贴了贴福宝 说福宝身上都是幸福的味道 然后又贴贴起福宝 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以前宋爷爷跟福宝贴贴 那个时候可以精深接触福宝 宋爷爷的样子仿佛希望自己可以和福宝融合在一起 他真的很爱福宝 爷爷将自己给福宝写的书 第一个分享给福宝 这也是耗时最久的一份语 爷爷给福宝读着自己给他写的信 福宝也是乖乖做好听着爷爷说的话 最后爷爷谢谢了福宝 跟福宝说是因为有你我才能成功 因为你也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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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对你加 你也能成功 拥有了新装 我曾遇到一束光在前方 我乘着红的翅膀却飞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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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